好了 爱情浓烈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是当要分手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有关系了 有一位高兴男子呢 他跟女友热恋的时候 他买了房子登记在女友的名下 现在要分手了 房子要要回来 但是怎么办呢 女方不还的情况之下 幸好这位男子呢 他把相关的汇款资料通通保存了 而且交给法院来判决 所以他已经成功地把房子要回来 物价张张张想买房子真不容易 但如果情侣党还没结婚 男生付钱把房子登记在女生名下 万一分手 男生会收回房子吗 认了吧 怎么办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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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下的决定啊 两个人一起努力买的房子 那我会觉得给女生 可是如果说女生一直都是在 就是在家里没有工作的话 那我会拿回来吧 会有点小气啦 可是他如果真是要求 就会自己的事情 出乎意料年轻人都好大方 不过日前有一对情侣党 男生跟护士女友陷入热恋 为了展现诚意还去购屋 将房产登记在女友名下 想不到两人感情生变 男方要收回房产 女方却不理 最后还告上法院释出财力证明 法院才把房子还给男方 如果要用借名登记的方式 那当然要建议保留 当初购买房屋的那个资金 其实在婚前 男女双方都没有法律关系 登记在对方名下 或许是爱的具体表现 但是爱情无法用物质衡量 在现实生活却有很多课题必须面对 有时爱情冲昏头的当下 或许先退一步互相讨论 取得共识 才不会因小失大 记得陈志根 周天杰 徐赵伟 台北报道